好啦 藍餐廳 給大家看一下 他們在做年度回復 2020年 2020年的四季的回復 甜菜的淡菜喔 可以看得出來 這不是淡菜殼喔 這是一個餅乾殼喔 這是鮭魚卵 鮭魚卵還配了一個湯是不是 飛魚青湯 來唷 保師傅打個招呼 我們在哪裡 藍餐廳 呃呃 這是一件事情 麥蘿菇 下面則是以清蘋果做的 日式的高糖大喜 去增添它 蠻沒苦的味道 這邊的話我們旁邊 第一杯果汁 為您帶來的是 綠茶麵 我們自己發酵之後的 咖啡茶 直接會感受到 一點點鮮軟的起泡感 同時的話 加上了我們新鮮的麥芽油沙啤 增添添一點點感覺的風味 非常趣 像我們可以先享受 厚炭化的樹包 軟嫩口感的同時 有一點那種炭的焦象 下面的話 是大量的草蝦 然後加入一點點的牛奶 去做成的一個乳化的麥芽 會比較有一點大海的滋味 就算幫我茶酸一點 麥芽油沙啤下去 有酸的根 搭配的這道果汁的話 是完全的一個 素薄的一個方位 它的話我們是 會是以椰子為主 加了成熟的香蕉跟 西洋泥做的一些調味 看起來就像 甜蜂酒一般漂亮的色澤 嗯 這是雲南南島高山的 各樣之稱 甜蠻拿著這個羊肉 做的一個塔塔 那中間的話 我們放了一點 南非的特殊生物 和小黃瓜 可以讓它提升鮮味之外 有一點酥脆的口感 上方白色的是 用生蠔做的一個 乳化的奶油醬汁 綠色的話 只是點綴的是水晶菜 它是海藻的一種 有點酥脆的口感之外 會有一點大海的那種風味 謝謝 地瓜部分的話 我們選用的是彈龍66號 本身是紅肉 它會比較有一點綿密 鮮甜的口感 這邊我們有兩種呈現的方式 一個是在最下方 目前被附拍住 是整塊的地瓜 我們加了龍眼蜜 跟台灣啤酒下去燉煮 讓它風味更多層次 還有一種鹹甜 上方的話 直接是用了一個地瓜 去做的一個Espoma 算是口感比較綿密的一個mousse 那下方的話 我們另外有準備的是 煙燻過後的牛肚水 以及香菇泥 這邊的話 會感受到一個比較酷皮 煙燻的一個風味 上方的話再來點綴的是 色紮的魚翼橄欖 結果跑上我們台灣湯汽的烏魚籽 都是為了稱作 地瓜這個主角 這是雅薰和茄子料理 茄子的部分的話 我們使用的是日本圓 且用炭烤的方式 把揉它比較甜美一點的風味 右手邊黑色的這個是 是用了一樣的茄子 我們把它烤至焦化 打成了mousse 還會再提升一點 弄夜市的風味之外 帶一點酸度 可以在一起享用 左手邊帶綠色的話 只是另外是我們的椰米 剛剛在椰米這邊做的椰米粥 我們加了菠菜跟芝麻葉下去燉煮 它其實單吃的話 有點我們台灣的紅麗糠的風味 非常獨特 這道的話 這是我們這一季青的一道菜 原來是我們 西蘭這個國家的一個紅度 做的一個零雞 這邊的話 是用Jasper烤箱 我們去幫它烤至我們三分熟 Viner Rare外縮內嫩的一個口感 那重新Shake的話 是做Rossini的一個Style 所以說在上方有搭配 一塊嫩尖的鴨幹 那最後上方呢 這個是糖漬過後的去烤的一個不具 給予它一點點甜度 酥脆的口感 另外下方的話 這是以甜菜跟回組 reduction 濃縮過後的一個醬汁 會比較酸酸甜甜的 同時有搭配一點 植高麗和紫洋蔥去做的一個 醃漬過後的一個醃菜 在我們的下方 可以一起享用 這個 第一個為烤焦機帶來的是 我們帶圖去曼烤 在我們 紐西蘭南島高山 有核養之稱的 Tamana 楊靈精 這邊的話 會建議您先享用它的原味 是比較鮮甜 細膩的一個肉質 接著的話 我們在右下角搭配的是 Arosa sauce 這邊的話有經過一點調整 它會是比較帶甜椒 那種香氣甜度 按我們一點點新香料的風格 在它的上方則是 燉煮過後的局域 有點像是Glass的那種方式 把它烤至到有一點焦糖化 會比較有一點Q彈的口感 左邊的話這個是 以蒸果做的一個酥脆的外衣 中間我們淺入了新鮮的柑橘 做成的一個果醬在裡面 會比較有一點 酸甜酸甜的一個風格 這邊的話我們可以直接用手 拿起來享用 另外左手邊的話 則是以蒸果做的一個醬汁 解析餡的蒸果為主 中間搭配的是 交換了一個奶油的冰淇淋 本身這個甜度會比較高 我們可以用右手邊的小湯匙 來做一個享用 謝謝 已經聽到聲音了 哥哥 胡蘿蔔蛋糕 我們用胡蘿蔔跟肉粿去做一個蛋糕形 然後搭配藍米酒去做一個精緻 底部白色的部分是用優格去做的一個蜜絲 然後上面圓形的那個部分很特別的 它其實是用優格跟胡蘿蔔去做的一個凍膏 嗯 吃起來對 吃起來非常有口感 旁邊搭配上胡蘿蔔是做的一個薄片 以及山蘭菇葉 那最後再撒上風乾的狗橘粉 所以它這個地方 做喝酒的客人他也可以喝茶 或是很大的 有 有 有 就雞蛋糕 這個也是藍餐廳 現在大家都可以mark的東西 有沒有看起來 尿嘲 好快喔 它爆蛋蛋的動作好快喔 老婆